YoYo 我是鲁特 去年年底 我們收到Honda台灣的邀請 前往花蓮 參加XL750全Soap 兩天一夜的媒體試乘會 這部影片就來好好介紹一下 這台多功能冒險車款 兩天一夜的媒體試乘 我們從車樣簡報開始 在簡報完了之後 就開放大家自由騎乘 而我覺得這次試乘的地點 真的選得非常的讚 高潮農場 對面就是一大片海灘 看起來就很欠奇啦 晚上住宿的地點 則是這種豪華露營的帳篷 所以一開始 其實我也很期待這次的試乘 在車輛簡報完之後 我也迫不及待 馬上先來看一下今天的主角 而全Soap 有著穿越阿爾卑斯山的意思 這時候 我就有個疑問了 那我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是阿爾卑斯山 不是喜馬拉雅山 因為它本來就是設定 歐洲市場為主的商品 所以它可能認為阿爾卑斯山比較 才是歐洲人心目中的聖山就對了 所以不管名字是穿越阿爾卑斯也好 喜馬拉雅也好 從這台車的命名就可以知道 這台車強調的 就是讓你可以舒服的 在公路與土路之間 來回穿梭的多功能車 而直到我跨上車開始試乘 我是覺得這個命名完全沒毛病啦 甚至你要叫它 全是中央山脈 也可以啦 先從外觀開始說起好了 XL750 講老實話 第一眼看到這台車 就是四個字 中規中矩 如果把它擺在同級距的多功能車旁邊 我相信它的外觀不會是最出眾的那一個 給我的感覺就是復古 而這裡我指的復古 並非很有個性 個人風格強烈的那種復古 而是更傾向於懷舊的感覺 車身外觀 大部分都使用了圓潤的造型設計 只有一兩處 有銳利的線條點綴 少了一點侵略感 但是多了一點 平易近人的第一印象 風鏡的造型 也是圓潤收編 高度整體來說也蠻適中的 這個風鏡的最高點 剛好會是在我脖子那附近 比胸口還要高 所以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幫你擋掉更多的風 高速巡航上面應該會蠻舒服的 那後扶手一開始說真的 我看到的時候 我是覺得造型好像有點太多了 就是沒有那麼的俐落的感覺 那在我去問了這個原廠的人員之後 他們給我的回覆就是 後扶手是有設定含貨架的 所以今天它是有做一個快拆的結構 當它沒有裝箱子的時候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除了造型之外呢 它有一點就是它的這個 顏色 銀色看起來好像有一點比較老車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它要是可以把它弄成黑色的話呢 應該是會更好 不過這樣銀色的後扶手呢 其實也跟我們白色的這個 車殼呢 其實也蠻匹配的 車殼呢 說真的 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 覺得非常非常非常有質感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會騎它去越野的話 因為它太脆了 所以倒下去的時候呢 基本上很容易直接破掉 所以像你看這邊 這裡它有一點小刮痕 就是它底呢 是黑色的 這個漆呢 已經被磨掉了 如果這盒車的車殼呢 可以換成那種塑膠有彈性 QQ的 那種車殼的話呢 我覺得會更好 上完了車 接下來就展開試乘的活動了 而在介紹整台車的配備之前 我想要先從這輛車的電控開始鎖起 XL750使用了5吋的TFT全彩液晶儀表 資訊充足 亮度在大太陽底下 也可以看得很仔細 而電控模式則是分為5種 分別是 Standard 一般 Sport 運動 Ren 雨天 Gravel 曆時 以及可以讓騎士自定義的User模式 其中 P Power 四段動力可調 EB Engine Brake 三段引擎剎車可調 ABS 兩段防鎖死剎車可調 以及最後一個 HSTC 五段循跡可調 公路上騎乘 在Standard Sport Ren 這三種模式之間切換 真的可以騎得非常過癮 而其中 我比較想要拿出來說的 就是這個Gravel 還有User模式 一開始我以為Gravel模式 如同字意上的碎石一樣 開了之後 ABS 會自動關閉 TC 會減少介入 結果沒想到 Gravel模式下的ABS 還有TC 是完全沒辦法關閉的 TC 設定在了第四段 在土路上面大補油門 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後輪的動力 斷斷續續的 而ABS 在第一段 則是沒辦法讓後輪全部鎖死 後輪的ABS 是不是不能全關啊 诶?可以全關啊 不能關後輪 可以全關啊 沒有我剛才是Gravel模式啦 Gravel不行 GravelABS上啊 可是他ABS也是off啊 Overall的意思是說 前輪ABS還在 後輪ABS不在 對,我剛才是踩後面 他還是會 你借我一下 好 專業的來了 你剛有看到我還在那邊 哒哒哒這樣嘛 阿不然我去問他們看看 因為這已經是那個 砂石 喔!我懂了 那應該是要手動 喔!User的那個 喔!好!那我那我那 好!謝謝!謝謝! Gravel這個還會在 Gravel還會在 好!那我知道了 謝謝 按鈕要按住 主的該操門還提操菜 Cancel ABS Yes Oh! 然後夜市再按 大家推過去 喔!off了!好!沒有沒有 試試看試試看 試試看 好!試試看 最後的 等一下喔 喔!有了!那有了!那有了! 所以最後只要是進入到 歷史路 沙灘 甚至是高潮農場的賽道 基本上我都不用這個 Gravel模式啦 而是直接進入到 User模式 自定義全部的電控 那這時候又有另外一個問題了 如果關了電門之後 再重開 是不是要重開呢? 應該是重來 重來 重來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 防險盒在這邊 你必須把他拔掉 對嗎? 哈哈哈哈 關掉電門後要重新設定 這一點也是讓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當天我也詢問了台灣本田的業務 得到的回覆是因為法規規定 算是逼不得已的設定啦 不過除了以上講的這些 在XL750上有兩個 我覺得特別實用的功能 一是自動方向燈取消 在過彎的時候 前後輪會同時感知輪速 自動把方向燈取消 雖然我每次都還是會下意識的用手去按 然後拇指已經伸過去了 才發現他已經自動關掉了 二是緊急煞車時候的ESS 在時速50以上極減速 雙黃燈會自動高速亮起 這一點我覺得真的蠻實用的 如果是在快速道路或者是西冰上面 在前方有狀況或者是極減速的時候 你不需要額外去按其他的按鈕 他就會自己閃起雙黃燈了 搞定了電控 接下來我想說一說這顆引擎 755cc並列雙鋼 水冷引擎帶來的動力 反而讓我覺得特別的驚喜 從公路開始說起好了 市區裡 這次從花蓮回來之後 因為我覺得當下試乘的時間 真的是太短了 所以回到台中之後 又去台中本田借了一次車 回頭重新體驗一次 市區道路騎乘的感覺 這也讓我覺得這台車 即使是在市區通勤 也非常的適合啊 這次在我們去高潮農場 以及我剛才去借車 然後來到這邊的這個騎乘過程中呢 我覺得他的引擎給我的感覺 就是第一個好奇 整個引擎非常的順 完全沒有任何的異音 同時呢 低轉的扭力 真的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今天的市區呢 車子是多的 溫度呢 都不是說非常的高 第二個 第二個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 這台車 它在市區裡面騎乘 因為台中市區其實也蠻多紅綠燈的啦 大概每30公尺 40公尺 50公尺 就會有一個紅綠燈 基本上你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 就擺脫了車陣 一台的多功能車 長途巡航的舒適度 我覺得也是現階段 我會蠻在意的一點 公路騎乘 引擎轉速從2000轉開始 一路到6-7000轉 你都可以感受到這顆引擎充沛的動力 加速感也幾乎是油門隨隨隨到 而我大部分的時間 大約都hold在4000到5000轉騎乘 甚至有時候想要更放鬆一點 就會再進一檔 用更低的轉速騎乘 山路在狹窄的路徑上 可以騎得很愜意 轉速不需要拉到非常高 動力就真的很夠用了 相信今天如果是一趟長途旅程 不管是環島還是切地瓜 XL750巡航舒適度 帶來的疲勞感 對騎士的影響 應該是非常小的 另外一方面 因為他的跺腳 可以打的這個角度還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讓他 這台車 在小路上面 不管是回轉 或者是你有一個很大的彎要轉進去 我覺得這整個過程 都還蠻輕鬆的 一台多功能車除了公路騎乘的體驗之外 在飛鋪裝路面上的表現 也是我非常期待的 一定要可以騎土 才叫多功能車嘛 不然就叫單功能車就好了 多功能車主打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可以讓你在道路上行駛 當你看到有土路的時候 臨時起義 突然想要衝進去給他玩一玩的時候呢 你馬上就可以從公路 轉移到飛鋪裝的路面 那我覺得呢 這就是多功能車 他之所以叫做多功能車的一個含義 從柏油路轉換到飛鋪裝路面 真的是一瞬間 非常的舒爽 突入騎乘因為引擎低轉的扭力飽滿 所以騎乘在飛鋪裝路面上 我大約都是用2000到5000轉之間騎乘 其實有蠻長一段的時間 都是維持在3000轉之間啦 我想大部分的零到主線 甚至簡單的飛鋪裝路面 也大概在這個轉速區間 就可以很舒服的騎乘了 在面對一些簡單的小障礙 只要稍微給一點油 就可以很順利的上去了 而如果 想要騎得更熱血一點的話呢 像我們去高潮農場那一次 我們有沖了幾個小坡 騎到最後的那個高潮農場的老闆呢 還跟我們說 看我們玩得很開心 還叫我們進去騎 那裡面的那個碗工什麼之類的 老闆說裡面有賽道還會去看看 賽道? 對 我知道就是裡面那一塊嘛 這邊還有一個 這裡也有一個喔 好好好 好 騎乘完一連串的場地啊 有的沒的之後呢 我個人是覺得我給這顆引擎的分數呢 非常高 騎起來非常順 非常好騎 那我是沒有把它騎到真的吹到那種很高轉 因為我騎車本來就不太會那樣 整個騎乘過程中加速感非常好 它有一種在把你往後拉扯的那種感覺 我非常喜歡那種感覺 那除此之外 排氣管的聲音 我覺得這台車排氣管的聲音真的非常的好聽 雖然這台車排氣管的外型呢 可能不是大部分車友心中喜歡的那個樣子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排氣管真的好聽 我還蠻喜歡這個聲音的 總結來說這個引擎穩定舒適 A43mm的倒叉 行程200mm 後懸吊則是秀娃的Prolink多連桿避震器 行程190mm 前後避震都是彈簧預載可調 而這組避震 以我62公斤的體重騎乘 我覺得阻尼軟硬適中 公路上騎乘200和190的行程算是偏長 但實際騎乘起來卻沒有長行程懸吊帶來的那種不安穩感 非常舒適 碰到庫拉也沒有多餘的反彈 沒有什麼顛簸的感覺 在彎中的支撐性也非常足夠 來到土路方面 這前200後190的行程 一開始在車輛簡報聽到的時候 當下我是覺得行程好像有點偏少啦 所以給了我一種這台車騎公路 行程好像太長 騎土路 行程好像又不太夠 有點尷尬的感覺 它畢竟可能還是比較偏向公路的一台多功能車 但是當我實際騎下去offroad 經過那些會滾動的石頭 我覺得它後面懸吊印象蠻深刻的 它穩穩貼在上面 它不會有過多的碎震 不過前面在面對這種歷史大刻石頭的時候 前面給我的感覺是還好 直到隔一天騎去飛了 那個早上呢 因為高潮農場後面呢 它有一個越野場地 有幾個小土坡 順著這個土坡 然後就這樣飛上去 落地的那一瞬間 可能飛了十幾二十次 我覺得前面給我的感覺 這時候就非常的明顯 它完全不會觸底 就我昨天在騎土的時候 它的前懸吊沒有給我太多印象 可是今天在飛的時候 我覺得它好像支撐性還還... 其實還可以耶 通常像我剛才這樣子跳啊 連BM到底有850都直接觸底 可是它沒有觸底耶 對 所以我來說 它的懸吊也蠻讚的耶 對啊 我也沒有飛很高啦 對 稍微這樣一用下去之後 其實還不錯 對 大家可以想要學樂語課程的話 可以講這個 Akira教練 Akira可以去他的臉書粉專找他 對 讚 講完懸吊 接下來一定要來講一下座高 XL750的座高 850mm 看到850 很多人應該都會覺得很高啦 不過因為坐墊的寬度其實不寬 所以以我號稱176公分 同時55升的騎士 雙腳還是可以平踩在地面上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力 從上面往下看呢 這個寬度呢 說真的其實還蠻窄的 所以850坐上去 我那時候在啟程的時候 我個人是覺得 可以很輕鬆的平踩到地板 前半段的部分是偏低的 但是到了後半段這邊呢 它是有做加厚加高的 所以今天啊 如果你是有後座的朋友呢 相信你的後座 坐上來之後應該會覺得特別的舒適 然後又加上它的腳踏呢 這個位置其實是有點偏低的 你是可以用一個很舒服的姿勢 坐在上面 然後腳就踩在這邊的 材質跟那個我們CF300拉力的材質 是有一點像的 偏軟 今天如果你是騎乘 公路比較多的朋友的話 長途巡航 公路騎起來 我相信絕對會非常的舒服 我剛才講了兩個好處嘛 那有一個壞處呢 是什麼 就是當你在越野的時候 今天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是會站起來騎的 像我這次去高潮農場的時候 我就有試著去沖幾個小土坡 上去的時候呢 很好上去 但是下來的時候呢 這個坐墊的小小缺點呢 就有點體現出來了 因為它這邊呢 坐的實在是有點太高了 所以今天當我站著騎 然後又有點半頓的那種姿勢的時候 我的屁股其實會蠻容易被後座的這個坐墊 突起來的坐墊呢 碰到的 然後就有點影響到我的平衡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坐墊 有好也有壞 如果今天你是公路騎得比較多的朋友的話 我相信這個坐墊對你來說 一定是有加分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越野騎得比較多的朋友 騎一般的領導可能還好啦 像我一樣 很容易被帶壞 常常去沖那種 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時候這個坐墊呢 就有一點小小的可惜 前二一後18 它有內胎的鋼絲框 最小離地間隙210mm 看得出來是偏向越野性能的配置 輪胎搭配上了象牌的Carlo Street 或是登陸譜的Trail Max Mixed Tower 兩條都算是多功能胎啦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歡這種輪框的設定 公路上騎乘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會在山路上騎到那種很緊繃 所以其實對於輪框是17吋 還是21吋 19吋 甚至18吋 講真的沒有太大的感受 但是在土路上 這前21後18的輪框尺寸 可以說是非常的夠玩 雖然這一趟沒有騎到大型障礙 但是騎進沙灘 還是可以玩得非常過癮 這件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什麼事 下沙灘一定要記得把TC給關掉 我剛才只把ABS關掉而已 結果防滑嘛 下沙灘一定會一直在那邊滑嘛 我覺得油門已經快全開了 可是它還是會限制你的動力 然後騎這個其實速度就是要快 可是 因為我速度太慢了 所以就變這樣 現在趕快去把它弄起來 騎沙的這個過程中 當然也會遇到後輪整個卡進沙子裡面 這時候我想順便提到這台車的重量 不管是實際跨上去的動態騎乘 還是靜態移動車輛的時候 我自己體感的感覺 這台車應該是不到208公斤吧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輕盈 以一台中排量的ADB來說 正常啦 208公斤OK的 它牽起來給我的感覺呢 反而是低於208公斤的 就連那一天啊 因為真正也有去嘛 然後它跨上去之後 它就有跟我說 它覺得這台車很好去把它演起來 但是畢竟車重這種東西 就是真的其實還蠻看人的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這個經銷商稍微試乘一下 搬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扶正 都是騎完了 從這邊到這邊300公尺吧 400公尺 其實也不長蠻短的 反正就從那個路口騎到 這邊這個出口 然後呢 他們才剛進來 我目測啦 已經有倒車了 哈哈哈哈 一點點 看得到一點點 我們等一下打算呢 先騎這條路上去 繞一圈之後呢 我們再騎一圈 先去跟他們會合 而講到沙灘 就要來說一下 有點悲劇的事情 在引擎下方的這個啊 這一塊 這一塊其實我覺得 它做的這個設計 就有點讓我 說真的搞得不是那麼很懂 我們在飆沙的最後一天呢 我們跟亞當還有小雨 一起去騎了沙灘 有喔 當然嘛 騎沙就是一定會有倒車嘛 舒服 那像高潮農場外面的那片沙灘啊 表面上看過去呢 其實你是看不太出來 那邊有石頭的 但是其實在沙子底下呢 非常多石頭 大概比我的安全帽 還要大顆的那種石頭 所以當場這個油底殼呢 就被隱藏在沙子下面的石頭 就撞上去 然後就直接破掉了 欸等一下 他油底殼爆耶 欸那這樣怎麼要躲回去 要怎麼躲回去啊 那所以這一台車 我覺得 就算你沒有騎越野 引擎下滬板 絕對是要的 試乘完半天之後 時間來到晚上 好玩好玩 你怎麼把它摔破了 對不起 不是我摔的啦 我騎的時候就這樣了 當天晚上我們吃著烤肉 喝著秘魯 順便分享一下今天騎乘的感受 吃好 喝好 白桶這邊 讚 XL750好好機喔 而到了晚上 當然要來看一下 XL750的大燈 XL750 XL750的這個大燈呢 我覺得在晚上的時候 因為他是LED的 所以呢 我覺得偏亮 尤其是呢 開了遠光燈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沒有開遠光燈 開了遠光燈之後呢 變這樣 多了那段之後 我覺得他照射的角度呢 多了蠻多的 那我覺得 以他這個大燈的亮度呢 算是蠻亮的 尾燈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 中規中矩 前後方向燈呢 都採用了這個LED的 所以晚上的亮度 可以說是非常的足夠 其實說真的啦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頭燈的時候呢 我個人是覺得 他就有點像是那種 傳統的 魯素燈泡那種 燈具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做一個有點像是 倒V的那種 那在開燈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他其實是有四顆LED燈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Honda呢 一貫的 恆亮方向燈 如果今天你出去的時候啊 跟你的朋友 約你騎車的話呢 辨識度其實還蠻高的 尤其是從 後照鏡看上去的時候 以上就是我騎乘XL750 全SOP的心得 如果你對這台車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去試乘一次 體驗一下他低轉扭力的拉扯感 真的會上癮 而如果問我 什麼人適合這台車的話 我覺得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熱愛公路旅遊 我覺得今天 如果你是一個熱愛長途公路旅行 一出門 就是從西半部 要直接去東半部跑行程 跑景點的騎士 那這台車的長途舒適性 你應該會很喜歡 甚至我覺得 雙載的時候 後座應該也不會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第二種就是 你就是想要騎乘大型多功能車 去挑戰offroad 雖然台灣本田他們在車輛簡報上 有提到這台車 是公路佔比比較多的一台 但是在經過這兩天的騎乘之後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在 飛鋪裝路面上的表現 只要多裝個下護板還有護工 在面對各種惡路的地形 完完全全是可以讓騎士 下去野的一台車 offroad的佔比 並不會像簡報上面說的 比onroad的佔比還要少 所以啦 如果騎到了這台車 你只有拿來公路旅遊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可惜的 第三種則是 不確定想不想玩土 但是你就是想要嘗試多功能車這個車種 然而 預算卻有限的騎士 XL70 Transop 作為一台入門的大型多功能車 有穩定的質量 猛爆的動力 中規中矩的外型 既可以舒適的旅遊 也可以熱血的騎沙灘 能文能武的調性 我想你應該也會很喜歡啦 最後 這次花蓮兩天一夜的媒體試乘 講真的 試乘的時間 真的有一點少 我想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應該會再跟台灣本田他們借一次車 然後來一趟長距離 公路 土路 都騎爆旅程 可以體驗啦 但是用這台啦 所有的最愛讓他承擔好不好 他剛剛在後面追你 他叫你停下來 然後你一直騎 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到 那我把這台提回去放 這時候我就要問一個問題了 是 你是不是很害怕我們把它弄壞 是啊 看不出來嗎 看得出來 原來是酒鬼的部分 誰 誰 哈哈哈哈 就是你 哈哈哈哈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